让他同意 第三办法就是不告诉他 那以后发现怎么办 发现就已经过了 有一样东西肯定不买 就是衣服是吧 衣服穿起来无所谓吧 我平常生活中就一个要求 舒服 因为我跟谁看 我已经结婚了要孩子 我也不是泡妞 所以我不用穿特别漂亮的 但是我去见剧组的时候 我打扮 打扮成什么样 我就先问那个角色是什么样 我就打扮成什么样 曹操你知道做演艺这一行 那么多的剧组美女如云 在这过程当中跟你媳妇这么多年 你就真的一点没有那个 她非常不喜欢我的这个工作 因为我这个工作就是出差 到那个酒店对吧 然后跟全国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住在一块 所以她肯定不舒服对吧 我媳妇要是要是出差 那个两个月三个月跟全国最漂亮的男人住一块 我也不舒服 我媳妇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我拍接吻戏 谁媳妇也不愿意啊 她不喜欢 所以我们都还就是有个 就有规则 有什么四十来个 那个大老爷们 就等着都想回家 什么时候闻完 什么时候闻完 什么样 她说 那嘴是嘴是闭着的还是长着的 只要我旅剧本的时候 我看有一个接吻的戏 就是不能等 等分钟我就得去找她 或者给她打电话 说那个 欸欸 那个 贝比有一个接吻戏 她说什么样的 然后我给她念 是说什么那个 然后她们那个 就是互相看见 然后跑过来 然后就是狂吻 狂吻 快吓人了 都这么写 狂吻 如果这样的话 你媳妇肯定不通过呀 你的时候说的简单点 不 开始她不高兴 但是没办法 因为就是在现场 必须得听导演 你不能说不演 所以 我就怎么也觉得你不应该不爱演这种戏吧 我这就想不通了 太错了 太错了 你肯定演过接吻戏吧 哈哈 还没少演 说 说谁呢 拍接吻戏 我还真没赶上这戏 不好玩 是这样 你想 就是有 就是 你在现场 对吧 而且 灯都晒着特别那什么 然后你就是 你是在那对吧 然后 就是特别不舒服的姿势 因为 那个摄影说 哎不对 我抓不着 那个 然后你是这样 然后 那个 然后那女演员 最别扭的时候 闻 然后那女演员 你可能就非常讨厌她 然后你是这样 然后就是 有什么四十来个 那个大老爷们 就等着都想回家 什么时候闻完 什么时候闻完 然后你就是 你这样 就憋不住了 然后 那个大人说 预备 开始 就 然后大人说 停 哎呦疼疼疼疼疼疼 特别不好玩 然后拍完了 还得给她打电话 那个说 那那女的 我跟她 我说拍了 然后我说是 反正那个 先那个 蓬在一块儿 然后那个 嘴 然后她说 嘴是嘴是闭着她 长着的 对 既然每一次拍戏 嗯 那个 你媳妇也不跟着你啊 嗯 那她会舍得你走吗 啊 有 有 我发现有一个 有一个生活规则 我 我出差之前 大概 前 四五天 我媳妇开始 找我的鞋茬 找我的鞋茬 这任何破事 她就跟我 那个 跟我急 我原来不明白 这 为什么突然跟我生气 后来我慢慢就发现 就是我出差之前 就是 她心里不舒服 其实我心里也不舒服 呃 当然 我也不知道她的鞋茬 哈哈 但是所以 去之前老吵架 啊 然后一到那地儿 她给我打一电话 她说 嗯 想你 哎呦 然后 我也是 我也想你 那她说这个细节的时候 她眼睛都是红的 我 我非常喜欢我的媳妇 我媳妇真的特别好 曹操是一个演员哈 咱今天让曹操在现场秀一下她的演技好不好 哎 这个好 演技考试 题目 第一次登门的准女婿 我是曹操 干什么 你是谁啊 我手 就我男朋友 你知道曹操是个什么人 我知道 啊 改名 啊 改 改名 改名什么意思 改名不行 我爸不喜欢你这名 这个名字挺好 我发现她不是个中国人 不是个中国人 你妈住什么地方 我妈住美国 但是我就住北京 你对啊 她成天女孩不知道这个孩子 她要跟你结婚以后 是不是得看你妈去 啊 她回来 她要看你妈不就是不能看她妈了 不能看她妈了 不能看她妈了 老公了吗 谁都能看 这是什么 你不了解这个小燕子 这是不是 她有很多毛病啊 我得跟你讲讲 你知道吧 这个小燕子呢 这个晚上睡觉 这个有起毛病比较多 是吗 你不是第一睡觉 哎 打虎 打虎 我知道 这是第一个毛病 你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 你连这个事都知道了 打开眼睛